政府交代為出面民憑市考生代表考試費的詳情 建議受惠考生須要在下學年就讀幾獲准參加出面民憑市的註冊學校 並透過那間學校報考 合資格市民派4千元計劃 估算有43萬個領取社會保障的人可以獲法差額 預計一共涉及4億多 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 將24個俄羅斯庫商和政府官員以及14家公司同銀行列入制裁名單 被指是否重點打擊總統普京的權力核心圈子 克里姆林公暫時未回應事件 案例社工星期五發表聲明 匈牙利明天舉行大選 遲返移民立場的優異班有機會第三度連任總理 美國紐約州一個媽媽涉嫌殺害和肢解7歲的兒子 被控義級謀殺不准報色 美國加州警方繼續調查Youtube總部槍擊案 女兒胸的爸爸接受傳媒訪問 患患發前曾經通知警方 被女計劃去Youtube總部 被的人並捡不定 我身為被控告色的標準 被控告色提供的部份